7月份加息已经过去了一周 市场对于这次加息的反应就跟我之前预测的一样 看房的人数减少了 offer的数量减少了 所以成交量也会下降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对于卖家来说是比较艰难的时期 但是对于买家来说可以说机会来了 因为相比较今年前几个月的火热抢房 现在很多房子不用抢了 而且还可以谈判了 本周我们团队的一个客户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位客户其实前几个月陆续下了好几次offer 但是每次呢碰到的竞争对手 要么就是人家家的价钱比我们多很多 甚至比我们高10万20万 要么就是人家是无条件的 我们是有贷款条件的 因为银行要求我们必须放贷款条件 总之每次竞争都竞争不过人家 本周我们客户看上的这套房子呢 是7000尺的土地 除了主人住的部分 还有三套出资单位 开价是159万9 这要是在以前呢 至少也是有十几个offer 而且肯定是有无条件的offer 但是这次居然只有两个offer 我们还在原价的基础上 砍了一刀下来 所以客户是占了很大的便宜 有人说既然市场已经冷下来了 为什么不再等等呢 下一次加拿大央行宣布加息的日期是9月6号 根据目前通货膨胀的数据 9月6号大概率是不加息的 因此9月份的房展市场大概率是要往上走的 所以其实留给买家的时间并不长 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阶段是一个窗口期 在这个期间买家看到合适的就应该下手 因为即便下手你也未必能买到 而你不下手是一定买不到的 等到市场的风向一变 抢房开始 那么买房的难度就会比现在大很多 当前阶段 我会建议买家买房的时候尽量多一些选择 当前市场上是有一批房子 你可以挑挑拣拣 你可以从里面找到最适合你的 然后你还可以去跟他谈判 如果错过了这个阶段 每个你看到的房子都会有人跟你抢 你的竞争对手出价会比你高 而且还是无条件 到那时候可以想象你该会有多么的痛苦 我知道我讲这个话题又会被一些黑粉骂 但是没有关系 骂我的人肯定不会从我的视频当中受益 但是肯定会有一批人因为看了我的视频而受益 那么我就会觉得这个视频没有白做 谢谢你一直看到现在 谢谢你的支持 祝你买房卖房一直有好运相伴 我是老杨 你身边最真诚的房产知识专家